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安卫银 现在有许多以表达力为主的课程 在高雄的高雄中学有一门课程 主持力相当热门 表达和主持又有什么不同呢 主持力为什么重要呢 这门主持力的课强调组织与管理 还有引导 和协调 除了倾听对方 也要能够串联对话 就像搭一座桥 让彼此产生连结 这跟表达专注在自我呈现上是很大的不同 透过主持力的训练 让学生能够理解不同的观点 并且掌握脉络 进而产生自信 透过主持力的学习 成就高雄中学的孩子探索自我 从中认识自己与他人间的串联 还能静下心来 请听与对话 是追求成绩以外最大的收获 各位好家庭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教育不一样节目 本节目每周六上午八点在好家庭联播网 台中古典月台FN97.7 台北Bravo FN91.3联合播出 还有Podcast上也可以听到哦 我是蓝维莹 今天要进行的主题是高中不一样 很高兴邀请到的是高雄市高雄高中 吴忠忠老师来跟大家聊聊主持力的学习 忠忠早安 早安 文宁老师早安 开口说话好像很容易 但能够好好沟通和表达甚至产生影响力 就不是天生就能做到的事情了 面对许多的学习 但不擅长口语表达的高中生 主持力的课程会这么热门也就不意外了 好 那我一开始就要问中中 其实我还是会喜欢叫他老师 虽然他的身份一直是教官 但是其实现在教官在学校里 他也是要具有教师证才能授课嘛 但中中很特别的是 他上的课叫主持 不是国防教育对不对 好 是主持的 国防教育也有必修 OK 好 但是主持这件事就很特别了 那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谈谈 你的主持力课程是什么内容呢 大家好 我是中中 那我担任教官大概有22年的时间 现在在学校大概有两个课程在上 一个就是高一的国防的必修课程 那今天呢要谈的是 我高二的选修课程叫做主持力 主持力课程其实是我专门为 高中的学生所设计的一个 比较专业的带状性的口语表达训练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里面大概会让孩子 透过一整学期的包括课堂上的一些理论的学习 包括短奖的训练还有课议练习之外 它也会让学生有一个机会 能够把在课堂上所学习到的这些能力 去独立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专案 那个专案也许是像录制Podcast 做线上课程 甚至有孩子是团体的去做一些导览的活动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去实践之后呢 主持力课程很特别是 它其实是我为了学生因应新课纲 所要产生就他们要学习历程档案 所以孩子也会有一个机会 在这样子的课程里面 最后能够产出一份能为升学所用的 学习成果报告 那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课程 那怎么会挑主持呢 怎么会要挑主持 就是其实 自己的专场 应该说107年那时候在推动新课纲 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国防课里面 推动新课纲的一位教官 然后到处就是去学 当时也从文英老师的线上课程 演讲 然后你的书籍里面 其实也让我学到很多新课纲的一些概念 跟怎么样去实践素养导向的课程 那我一直觉得说 这20年来 将近20年来 当时 我觉得台湾的体制教育里面 其实没有机会让孩子能够在 学校里面去学习口语表达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像我们那个年代 我什么时候开始学口语表达 就是我开始入社会之后 那我那时候在补习班工作 大学毕业后 老板想要栽培我当主管 他就把我送到那个卡内吉去受训 那卡内吉其他的学费啊什么 其实他都是比较高一些 所以我就觉得那有没有机会 在体制教育内可以有一个 专业的口语表达的课程 所以我就发现契机 就是新课纲之后 我当教官 我有这个机会 我能开一个跟可能国防科 不大一样的选修课程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来着手 在这新课纲的第一年 我就很大胆的在胸中提出我的计划 然后开了这样的一个课程 其实我们一生会学过或遇过很多事啊 但是我会觉得在那个第一时间 你会想到把它拿来开课的东西 一定是对你自己意义深重 或影响你很多的 不然你不会做这个事对吧 我们有好多可以做的事情 那所以主持这件事 对你自己有特别的意义吗 它应该是我到现在 如果以我的职业的工作以外 我觉得我唯一的专业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又比较活泼嘛 又比较爱讲话 所以大学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能够担任一些活动的主持人 所以一路从在东海大学 我就担任很多活动的主持人 然后一直到进了职场之后 担任教官的过程里面 也有一些公部门的活动 所以我就是二十几年的教官生涯 我不断的也在当主持人 尤其是一百零二年 我征选上中华民国国庆大会的司仪 这个工作连续三年支援国家这个庆典 那国家也给我一个很专业的三年的培训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主持好像是我的一个专业 所以我老师刚刚也讲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当我们想要开课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也有很多老师 或者学校还会鼓励老师们 就自己的专业或自己的兴趣 而且可以对学生有帮助的话 可以开一些比较特色的 一些多元的选修课 那我其实是要感谢台中惠云高中的蔡奇华老师 那蔡奇华老师那时候我有跟他聊这个想法 那蔡奇华老师就跟我说 那你就开主持的课程 我说可是高雄中学是第一学府 学生应该没有人要当主持人 这样的课会对学生有帮助 但是那时候奇华老师给我非常多的鼓励 他说这个主持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学的 所以后来我就在老师的鼓励下到我自己 就很有这个热情 想要做成这个事 后来就开诚了 不然蛮重要的啦 不然男生会被训练成据点王 一讲话就据点所有人 好歹至少能够开启对话 对 但我刚刚在听你讲 你课程的内容或元素的时候 因为这几年很流行表达力表达力 所以我那时候也在想说 那你为什么不叫做表达力 为什么要叫做主持力 哦对 第一个是因为主持也是我自己的专业啦 那在从一百零 大概一百零四年支援国庆之后 我也一直在做一些学校跟单位的 真的是主持人跟私仪的培训工作 那我有一个发现就是说 比如说我在成大 这么多年的私仪的选信用的工作 我有发现这些孩子 其实都是各个领域非常优秀的孩子 那他们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主持能力 对他们自己不管是在自信 不管是在与人人际沟通表达上 我觉得他们都比一般的孩子来的优秀 很多与人的这种沟通还有自信心上 所以我就觉得主持这件事情 是一个能够帮助孩子能够更有信心的一个方式 那为什么不表达呢 其实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 西华老师跟我说 你要建立自己独有的品牌 表达力太多人开了 对他说这个品牌 他常跟我聊天的时候 跟我讲这个品牌的概念 我自己也觉得是啊 如果讲表达力 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台中一中的光宏老师 或者是说哪个老师这样 那我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一条自己独有的一个 课程品牌的路线 所以我就想说 主持这个东西 如果你在Google上打 只要打主持的课程 好像都是专门为主持人跟 或者那种主播啊 对主播 对司宜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好像没有在学校体制内 开给一般学生上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他们叫表达力 我就把它叫主持力好了 对 不过你取这个名字也名副其实啦 因为确实做过很多不同的典礼 或者一些场合的一些主持 因为他确实要考量的事情 可能跟单纯你要表达不一样 对 因为他还要控制整场的某些氛围 对 你又不能抢了某些事 你必须让事情可以进行 是 所以那很特别是 有时候我们在表达的时候 虽然我们会关注跟聆听 对 可是我们会更希望是 我们想沟通的是可以得到沟通 对 可是主持可能不只是这样 对 他可能更需要的是 让所有人都可以有好的表达 这样子 是 好 所以那当然接下来我就要问的是 到底这个课要培养的能力是什么 因为你刚刚一直提到的 一个是表达 还有一个是自信嘛 那可以再说得更清楚嘛 这里的表达是哪一种 那自信到底又是怎么产生的 表达的这一块 我一直觉得至少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从小学开始练演讲比赛 其实演讲比赛就是一个非常单向式的表达 他练你的口才 练你的咬字 然后练你的这个思考的逻辑等等 但是演讲比赛所训练的孩子出来 他其实就是单向式的不断的说 其实他不大清楚知道别人听到这里 他要怎么去跟别人回应 所以其实主持对我来讲 是在所有口语表达的技巧里面的一个比较高阶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常常会跟我的朋友或是学生说 我说你思考一下 假设你是一个很成功的演讲者 你不见得能够当一个很成功的主持人 可是大部分如果你可以当一个很成功的主持人 基本上所有的口语表达的演讲或什么 我想他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到底主持这个能力 他跟一般的表达能力有什么不一样 主持其实最重要的是主持人跟一般的 比如说演讲者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他要一个非常强的觉察能力 那个觉察包括觉察自己的状态 包括觉察这个情境当中 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包括在这个情境当中的观众或是学生 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觉察能力之后呢 主持人必须要有一个 我觉得跟其他的口语表达最不一样 就是他必须说出去的话 立马能够让别人产生行动 那主持其实最重要就是让活动顺遂进行 一个活动里面如果要能够顺遂进行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活动里面的 每一个人都要能够产生行动 尤其是集体产生行动 所以对我来讲 我常有一个slogan就是 主持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很多人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 我说因为主持力是一个 可以立马让一个人 甚至一群人产生行动的能力 这个就是一种理想力 当我有能力立马让一群人产生行动 这个就是超能力 因为要让别人产生行动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当初在思考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这主持力如果能够把它变成一个 让所有人都能够加载的能力 比如说在家庭里面一个妈妈 她拥有主持力 哇她可以立马让家里的人 立刻产生行动 家庭很多的事情就会顺遂进行 所以这是我自己一开始对主持力的设定跟想象 我突然在想很多老师应该要上课 你看因为他们每次问问题 玩小孩都没有行动 问我问题大家还是继续看这个 然后我在想说 那我的podcast主持人也要上主持力 为什么 因为那个我们很容易 最怕我们的听众 听完我的课只会产生关掉的行动 所以 就是你要产生的是哪一种行动 其实你自己就要想你该怎么说 是是找方法 所以在这样的课程里头 你会怎么进行你的课程 因为也不太可能你一直讲 对不对 那孩子又要练习 有这么多的孩子 所以通常孩子的学习是怎么开始的 其实我这四年 因为已经开始四年的课 一共八个班 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顺遂的 一开始的想象当然都是非常美好的 可是一个课程从无到有 尤其他必须是在高中带装 一整个学期的课程 其实不太容易 所以主持这个东西 刚刚老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 他不是一个 我把一个理论告诉你 学生就会会的 他一定要透过练习 但是练习就问题来 选修可有三十六个学生 我怎么让三十六个学生 同时在这个班上 能够练习说话 哇 这个是我想了好久好久的事情 所以后来 其实我这几年也在主持力里面 发展出一个在课堂上 可以同步训练 全班同学的一个 口语把打的训练营家 这个训练营家成熟 也是我觉得最兴奋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终于做到了 因为以前我做不到 以前可能 真的在我的课堂上会讲话 孩子大部分 本来就很会讲话的 所以我可能会觉得 他比如抽签让他上来讲话 或是点到他讲话 觉得他很会讲 可是其实跟我的课堂训练无关 那主持力现在 最重要就出了 当然我有涉及讲义 然后讲义里面会有一些提问 会让孩子透过讲义的学习 学习到一些口语表达的 一些基础理论 包括主持脑 我们主持脑里面要想 什么样的目标 设立什么样的目标 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方法去达成 那方法我就把它发展成四块 就叫做主持素养 因为是结合素养导向的这个时代 然后主持素养 那第一个就是语词 我要怎么样去说什么样的内容 再来语音 包括我的发音 我的一个声调 我的正音等等的 再来就声情 声音表情 语速语顿 等等的这些东西 最后就是台风 所以大概透过这四块 其实都有蛮多的理论基础给孩子 但是重点就来了 怎么样透过这些理论的学习的过程 也要让孩子能够说话 那所以就是导入自信表达的这个SOP的模板的一个训练 所以以现在来讲 我也把这个音架模组同时回到我的国防课 其实训练还是说话 那通常一个新的班级这样子训练 大概孩子会从第二周到第三周 每一个孩子都会觉得自己的表达明显的进步 听起来还是有很多音架 对不对 对音架 尤其是像你接触的孩子都已经是高中 有时候他 因为你知道台湾的孩子越大越不说话 几乎国中很少在讲话 因为有时候很怕讲错话会出窮 我发现其实孩子们太在意正确与否 尤其是你在的学校雄中 越优秀的孩子这部分越怕 对没错 他超怕他讲错话同学会笑他 所以要能够让他们愿意说话 而且很安全的讲话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课堂的过程里头 那你自己跟孩子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好像又是指导 可是有时候你又要给他信心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可能还在有点要求 可是又不能够压力大到让孩子不想面对 那你自己怎么跟孩子互动 我们主持力里面我有一个设定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彼此的教练 因为说话嘛 所以就是教练 教练这个概念是我从刻意练习里面所开展出来 因为刻意练习里面有四个很重要 第一个有明确的目标 然后再来要这个要有意识的去投入 全新投入 再来呢可能还要跨出舒适圈 但是我觉得口语表达训练在体制教育内最难的 就是教练一个问题 因为一堂课里面一个小时 三十六个学生 老师只有一个啊 所以我不可能同时听到每一个人说话 第二个我也没有办法同时听到每一个人说话之后 我还能够给他们回馈 所以我那时候设计课程的时候 在这个调整的过程里面 我一直在思考 我怎么去设计一堂课程让 第一个老师可以成为孩子的教练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第二个就是孩子如何成为孩子的教练 但是口语表达这件事情 假设要能够成为带着走的人 就是说他离开我主持的课堂 他依然可以训练这个能力 那我的最终极的目标就是 我要训练孩子自己成为自己的教练 所以我的课堂上事实上是有点评单 自评跟互评 而且我的课程有一个 刚刚伟老师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 你立马都会点出那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不敢说话的原因 是因为怕别人笑 或是怕别人说他哪里做的不好 所以我主持的课程很特别 就是我完全没有建议跟缺点的点评 在主持的课程我的点评单有很多 就是你有做到就勾起来 很多人说那中中你没有给建议 那孩子怎么会进步 其实他在勾的过程中 没有勾的东西 他就知道那是他下次要进步 可是他不会觉得那是缺点 他会觉得说那是他下次 他要进步的目标 那孩子勾的过程 孩子就很好笑 他们跟我讲说 教官我们现在听别人演讲 或是听老师上课的时候 我们都会点评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他立马就说 哇这个老师有合一的笑容 这个老师有延伸跟我们注视 结果都没在听内容 都一直在评估 不知道老师行不行 对对对 就是在给他学习他的一些口语表达的优点 那我就发现说 那他真的就开始懂得当自己的教练 然后也在当别人的教练的过程 点评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就说什么东西我可以学起来 大概是这样 因为这个也是这几年在推素养课程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很多人觉得学习就是 好像我要教他一个东西才叫学 可是事实上 他看懂一个评量的规准 标准的标 那他都看得懂还认得出这个符合 那他比如说他会啊 对对对 这比你一直叫他接收要来的快 对 所以蛮多老师会说 蛤那我要给他让他自己讨论规种 或者是我要花一节讨论那张表是什么 这样会蛮浪费时间 其实一点都不浪费啊 因为那张表就是你的目的 是是是 而且其实刚刚 中中也讲了一件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同样一句话要对还是讲 可是说法就会差很多 就好像你说 那张表上没勾到的就是我还没做到的 可是如果反过来我用建议的就是 啊你没做到什么 你应该要怎样 那个心情差很多 对差很多 对啊 那如果你比较像那种正向的 他就觉得哇我今天十项 我已经挤满七点了 对对 我还缺三点 那他就去找 有那三点的问说 啊你做了什么 对对 其实反而他会更清楚 我该向谁学习 对 所以这时候他反而找到资源 因为有时候我们只给孩子一个分数 其实慢慢我觉得这几年应该 我觉得台湾要走向一个去推动 不是告诉孩子你几分 而是告诉孩子你做到什么 跟你还没做到什么 对因为你有时候给家长分数八十 这样会很焦虑耶 然后就会接着问 那那超过八十的有几个 对不对 就要比较 那小孩考第几 对对对对 对有时候回家就问他说 你考八十 那比你高分的有几个人 就小孩一听就翻白眼了 你刚刚问的好像都我平常会问的 从来都不问 我说考书我的有几个人对吧 当妈妈好像都会问这个 你知道但如果我们慢慢会转成 妈妈我跟你说 我已经做到哪些事 我发现我哪些部分还不够 我下次要努力 这样好像爸爸妈妈会安心很多 所以其实我也觉得 听众朋友有听到 我们大家来支持 我们的评量要慢慢转成这一种 让父母跟老师跟孩子都安心 因为人生不是被比你差多少 人生是知道原来下一步要做什么 这比较重要 所以在中中的课里头 这部分其实就有做到 尤其那些不敢讲话的孩子 你还一直说他不会讲话 那就是完蛋了 他吓死了 对 那你刚刚有说嘛 你的课已经四年了 对 过程中实际上从第一版一直到现在 你做了哪些调整 那这些调整是还是给你的回馈 还是你自己的发现 课程其实从无到有是最辛苦的 就是从完全零 然后一直到生成第一版的讲义 那其实我就觉得我还好我的个性就是一个 我不会准备好才会去做一件事 我通常是一个比较冲动型的人 就当我有一个梦想 或是当我有一个想法 我就会赶快先开始做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去做 我会不知道我到底要改什么 或是我到底要怎么去调整什么 那全部都是我的想象 所以我觉得做中学是很重要 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敏感度也会很高 所以当我设计一个课程在课堂里面实践的时候 我会一直很关注 学生到底有没有产生出我本来设定的学习的表现 然后再来我会很关注说 我这样的设计孩子到底有没有很显著的一个进步 所以包括每个礼拜孩子都要给我一些回馈 学习中也会有一个回馈 但是每一次上课给我的回馈其实很重要 我就会去思考 所以在这课程的现在的这个主持人的课程的模组 大概是在两年前到三年前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从第一届到第二届 其实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 因为第一届大部分都是我的想象 而且最重要的是第一届那个表达训练 音价还没有非常的完整 所以第一届的孩子比较是可能只能训练到一个课堂里面 可能40%甚至到一半的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没有办法达到100% 但是从一半的学生一直到100%都能够受到完整的训练 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最大的困难 但是当这个一跨过去之后 像这两三年其实就会非常非常的顺遂 那可能要调整的就是一些教案的一些细部的内容 或是一些案例 其实我们常在讲那个滚动式修正 这句话不是不负责任 这句话是负责任的话 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件事上路以后 他会完全照你原来计划 因为尤其是我们的工作是面对人的 那关键不是你做完了没 关键是你想要产生的影响发生了没 所以我们就很在乎孩子的状况 那如果今天孩子出现我们要的状况 表示这个设计OK 那我们的东西刚好还没做 他们本来就有这状况 那就是我一开始设定太低 那真的完全没有效果 我当然要想办法学 或者是开始发现孩子出现了我没有预期的困难 那我要为了孩子再做新的学习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节目大概在这个主题里 访问到的很多老师 他们的课程都有好几版 对 好几版一直是 那我觉得这跟孩子的学习是一样的 没有一件事叫做我已经做到最完美了 人生是永远在突破自己 对所以千万不要要求孩子完美 因为完美这件事达到了 那人生不就不要做事了 对 所以人生其实不要再想完美这件事 而在想的是 我有沒有持续去确认我做的事情 诶 是这样就好了吗 那我还能做什么 对 那这比追求完美来的重要 OK 好我想这一段我们听中中讲了 他的课程内容 跟课程怎么样实施 听起来你做了非常多的事 那学校在对于老师开课的时候 就是对你开这门课 有给予什么样的支持跟协助吗 哇 我们熊中真的是一个 呃 我真的很爱熊中嘛 就是我很感恩就是在我的教官职业的最后这一段 可以在熊中担任教官 因为在熊中它是一个非常友善的环境 这个友善来自于行政端跟老师端的关系也是很好的 再来老师当我们说我们要做什么事的时候 像譬如说像主持力 我那时候就去跟教务主任说 我想要开选修课 其实那个主持力是第二个课了 我曾经开过一个叫 少林阿爸做兵器的国防课的选修课 两个课都是一样 就是我去跟教徒说我要开课 他们连问我要开什么课都没有问 就说没问题 教官你要开我们都支持你 其实那种是在那种第一时间是一种很大的鼓舞 所以我主持力也是 我说我想要开一个口语表达的选修课 他们也是立马就支持我 就要说请我写计划什么 然后送审 然后一直到我的课程开 尤其是那个我们装服在装校场来熊中之后 其实在刚开始尤其是写学习历程的 第一届在写学习历程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自己还在学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功课 如何去陪伴学生 然后如何去带学生学习历程档案 因为这其实是要反推回来的 就是当我要让学生写出一个 能够让他升学所用的学习历程档案 那其实我在课程设计里面必须要 也能够设计出一个他们有很多东西 能够写进去学习历程档案 所以第一届我记得那时候 我就去请教我们校长 就是我跟校长说 我们主持地的孩子写了一些学习历程档案 就课程成果报告 那我想请校长来帮我们看 没想到校长不是只是帮我看 他就立刻说 我来帮你们讲一堂课 然后他就为主持地的孩子开了一堂 怎么去写学习历程档案 然后那个也是我第一次 就是这样子很认真跟着学生 一起听这样子的一堂课 对我有很大的鼓励 跟后来校长也一个一个帮忙孩子看学档 然后给孩子回馈这样 所以其实不管是教务处的 比如说主任然后主长 包括校长 然后包括我也很感动 就是在这堂课的过程当中 我们学校有蛮多老师来观课 而且他们观是那种观整学期 就是有一两个学期是 我的课堂后面都有 国文科跟英文科的老师 有几个老师从第一堂 一直观到最后一堂 然后每一堂课会给我一些回馈 然后甚至会帮我照相 然后甚至一起帮我来 协助这些孩子 那个感动其实是很多的 甚至后来有数学科的老师 他也持续地来观课 那这个其实都是给我很大的鼓励跟支持 就觉得在这个学校 有很多人一起为主持人的孩子 一起在努力着这样 这其实也是我本来就蛮想问的问题 就是因为如果一门课 就是某一个人一直上 那最后这个人退休啊 或这个人累了想休息 这个课期就会消失嘛 那刚刚你提到就是在你的课堂里 其实是会有其他老师 看起来是主动 也真的有兴趣也就一起来 那你有在学校里想要组社群吗 就是有点主持立社群 也就是说将来这个年级开课 我不要只开一个班吗 因为应该不少孩子想选 对那有没有社群的打算 或者是扩大的打算呢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以前就有想过 然后这个问题就 第一个就来自我自己个性 我是一个喜欢单打独斗的人 从小到大就是 可能是因为我的体质是高敏感了 所以从小如果跟很多人在一起共事 我会接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讯息 东西 那对我来讲那是很辛苦的 因为大家都不用讲话 我都可以知道每一个人现在的状态 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 所以带社群这件事情 其实我以前曾经尝试过 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压力好大 所以后来我就一直这几年 尤其这四五年来 我都是单打独斗 那包括主持力这堂课 我也常常问很多老师 我说为什么你们可以跟别人一起共备交案 我只要跟别人一共备 第一个我会想不出来 第二个就是我会 比如说一份交案 我自己写可能两个小时就产生 可是我如果要跟别人一起写 我可能写一个礼拜我都还是写不出来 所以那个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缺点 或是说我自己的一个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也在思考 假设主持力要能够传承或扩散 发挥它更大的影响 因为我当初开展这堂课 我的愿景就是 我希望能够在体制教育内 就能够推动口语表达的课程跟训练 可是如果只有我一个 一年就只能够雄中一届就是两个班 72个孩子 对 跟我的愿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所以其实这个我还没有什么答案 我也很希望 还在努力 就完全没有方向也没有答案 就是我也很希望 包括像文英老师或是教育现场的老师 大家也能够给我一些建议或是一些想法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它的困难在于 可能我自己在投入这个课程里面 它超乎一个老师投入课程的太多倍了 我其实是不大敢请另外一个老师 跟我一样开这样的课程 因为它不是只是上课一个礼拜那两个小时 我要陪孩子做专案 一个班36个孩子 可能会有二三十种专案 然后每个孩子他的专案要跟我讨论 每个孩子他的专案要 比如说他开线上课程的 他还要说课给我听 就是先来跟我讨论他要上什么课 然后再来他还要来说课给我听 然后他线上上课的时候我还要上线去 像我上礼拜天 我是从早到晚都在线上听孩子 上他们的线上课程 然后再来学期结束之后 我现在有主持力之后 我的寒假暑假都是比别人晚大概两到三个礼拜开始 因为那个学习历程要上传 所以从他们期末考结束 一直到学习历程档案上传的那个两个礼拜 我每天晚上都在线上昂的 就是我会开一个meet就在上面 孩子就一直上来 上来之后就把他的学习历程档案跟我讨论 所以这种投入的 我觉得是因为我对这个有热忱 然后我对教学的那些它是我的兴趣 可是我觉得怎么让一般的老师 你知道他看到他会吓到 他会觉得说哇那要上主持力课程 他要投入太多 或是说这个东西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做事情常会是这样 就是说你要取舍的是第一个 我常说有时候人在做一个自己真正理想的事情的时候 通常最后一关就是卡在自己的个性 对吧就像你刚刚讲说 很容易感受到不同的情绪啊或感觉 所以在带社群的时候会很怕没有关照到所有的人 对对对对 但像我自己也是这种个性 可是我到后来会跟我自己说一件事情 是我会关注在事情上 而且所有来的人都是因为他有他想做的事来的 所以他那么大了他会照顾自己 而我只要专心把当时我说好要做的事做好 那你能不能得到你要的是你有没有投入 我不应该为了这个负责任 因为我已经很认真的在处理这一块 那剩的就是所有来参加的人都会在其中得到他要的 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做社群做到后来很有趣是 我就告诉我自己一件事 我为什么一直要担心他们来会不会有收获 他们每次都有来也没走啊 那就表示他们有收获啊 好我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因为我发现我想越多 我反而越不自在 然后我就不快乐了 对没错 我本来超快乐要做这件事 最后最后不快乐 后来我就说他们都长大了 我不要想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的突破 包含你会知道说有些事你就会做到很好 可是后来我就想的是 每个人都可以用他的方式做 如果要照我的方式 那我本来就没打算扩大 但如果我相信他最后会调试成一个他能做的方式 这件事才能越来越多人做 然后我就觉得 呀OK我就放出去 然后我就只是告诉他底线是什么 那后来就会越来越相信的是人 所有来的人对自己有承诺 甚至他要对自己负责 好想抄笔记 反正你回去重听 我回听抄笔记一下 但是其实你遇到的这些想法跟困难 也是很多很想要产生更大改变的老师 其实都会有的心路历程 所以我觉得那个人最大的敌人都是自己 其实我们已经额外做那么多 但我们又给自己好大的压力 然后我们又很怕照顾不了好别人 又怕事情做的不够好 就弄到一个开心的事就突然不开心 对没错 所以其实我想听众朋友也会有这个工作上也会这样 所以这个也都是每个人人生在不同阶段会卡住的点 那当然其实这就会借着我想问的 其实中中我真的实际跟他互动的次数没有那么多 但是脸书的互动很多 但我确实觉得你开始做主持力的课程的这几年 你其实比较快乐 对 我觉得这几年 很少负面的东西 这几年差很多 真的 你开始做主持力的课 我就会发现说 你在脸书会分享很多快乐的事情 对 对 没有这个课之前 其实你就会比较多 阿杂的事情 对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 真的 哇塞 我没有想过这件事 好大的收获 是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常会这样 就是你看起来咱们好像在帮别人做一件事 没想到最后得到救赎的是自己 对 那所以我其实还蛮想谈的就是 你自己这一路啊 你觉得上这个课啊 你自己有发生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 主持力让我就是很完整的体现了一个 我觉得一个老师的非常重要的终极价值 怎么说 因为教官好 其实教官虽然也有上课 然后第一个教官上的课是国防课 国防课是比较尖色的 比较冷门的 也比较难上的 也比较难引起孩子主动学习动机 他必须要耗费很大的力 那当然了我的国防课 这么多年的努力当然也受到熊中孩子的肯定 所以我很多主持力的这些同学都说 他们是国防课被我圈粉的 所以他们只要我一开学后 他们立马要来选 但是毕竟他跟升学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常常在觉得 国防课好像跟孩子的关系 就在上完国防课的那一天宗旨 等到他没有在修国防课之后 他的生活 他的课业 他的什么东西 都跟我这个教官没有什么关系 尤其是在熊中 他们不大会有什么机会 因为做错什么事 或是什么 跟我有一些连结 所以主持力这个课 对我来讲 我觉得最大的 让我觉得 我变成一个受到学生需要 而且能够真正对他们 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影响 跟帮助的人 所以从高二他们先选 这个主持力的课程 那其实在陪他们 写学习历程档案这件事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检讨 学习历程的 为什么要写啊 可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我在陪伴孩子的过程 我觉得学习历程档案 这个东西 不是只是为了升学所用 最重要是孩子透过这个历程 他会真正的去探索自己 探索自己到底是谁 探索自己到底有哪些优点 探索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 未来可以有什么样的发展 所以因为这堂课 讲话其实过程当中 就有很多自己的探索 然后包括 学习历程档案的过程当中 写这个过程当中 陪伴他们做专案 然后写学长过程当中 那个孩子 我真的就是了解到一个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他的整个历程 我都好了解 所以这个有什么帮助 就变成说我高三的时候 我现在高三做一件事 就是我会针对主持力 高二这些学生到高三的 从四月份开始 我每天下午会有两节课 两节就我自己自发性的 我会做这个升学的 二届的训练 就包括他们的NOPQ 面谈或其他 从NOPQ开始 我就开始辅导他们怎么去写 然后再来开始做口试 那一般像很多学校的口试 就是可能就找几个教授 可能一次两次 可是对我来讲 我相信那个是不够的 因为口语表达 他一定真的就是要带状性的训练 每个礼拜一直不断这样 甚至像我高三的口试 是每天连续一两个月 每天让孩子练 那练到最后 他们第一个啦 他们就说 教官 我的第一届学生说 教官你猜题好准喔 你大概有八九成都被你猜到 其实不是猜题准的问题 是我太了解这个孩子了 他的所有学习历程 他的NOPQ 我都好熟 所以我自然就可以想象说 如果我是一个教授 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会问什么 是 所以这样子一个陪伴的过程 因为陪到他们升学嘛 所以每一届 像现在主持人已经 今年已经第三届 陪伴学生口语大学 各个科系啊 各个学校 包括他们大学毕业之后 也会因为这样 这么长时间的陪伴 他们会回来找我 甚至待会我就要跟那个中三一的学生 他知道我来台中 就约我吃饭 所以他体现了一个我以前的缺憾 是 所以就真的有当老师的感觉 对吧 对 我可以理解 就是 而且刚刚虽然你在过程中讲的 也许听众会觉得 那就是在帮助孩子升学 其实完全不是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陪孩子的过程 是透过那个历程让孩子更了解自己 对 然后甚至我们很容易去发现 他的害怕或软弱 是 或甚至他过度自信的部分 对对对 其实都要帮他点出来 对对 所以那个你说他很像辅导 很像心理辅导 其实也是 对 很像导师在做的事也是 对对 可是应该说 以台湾现在的教育体制啊 虽然我们还有一次有一个导师 可是导师可能处理的比较多是行政师 对对 你请假记得找谁 你什么事找谁 可是其实孩子们的任何老师 都可能成为他的mentor 对 可以去帮助他 他已经不限定是谁的角色 是是是 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 我觉得有学生好像跟我们班的国文老师比较好 然后我就跟他说 哇那你好幸福 你的孩子有人帮你分担 你就可以照顾其他的人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都没这样想过 我说要是我我很开心 对因为孩子有人照顾 他在这个学校里找得到一个听得懂他的人 他相信跟愿意跟他对话的人 这就是一件好事 对对对 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孩子在这个学校找不到任何人 是可以让我安心说话 所以其实这也就是 我们慢慢在台湾的教育现场 会看到的样态 而且还是雄中的直男 对不对 没有一直讲一些中二的话 就很棒了 所以你自己的观察力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孩子们的改变 让你自己最感动的例子 这也是我在实践的过程里面 慢慢发现的 就是学生常常会说 我上完主持地之后 变得有自信了 那我就觉得很好奇 就是这个自信到底来自于哪里 后来我自己发现就是 其实一个孩子要变自信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 不是以为说 我考上大学我有自信 我比赛得到名次我有自信 或是说我被老师称赞 我会有自信 不是 而是因为主持地的课程里面 我有设计一个东西就是 我的音价就是一开始会一对一 大概要到第二个月 就是一个课程到第二个月开始 孩子才有机会跟一个以外的人说话 所以我是从很扎实的一对一 开始沟通训练起 那这个一对一里面 说的人要认真说 听的人要用心听 然后再来我会给他们自评跟互评 那互评里面有一个设计 我觉得比较特别 就是我会请他写下一个 对对方的称赞 这件事情超难 因为刚开始学生就会说好棒 有的人就说好棒棒 另外一个就说你真棒 就从开始 实穷 对开始去训练孩子 怎么样具体的去称赞别人 那我就发现这有个好处 就我们以前课堂上 有一件事情比较难解决 就是学生不会认真听 每次在讨论的时候 大家都很会讲 但是很少人愿意认真去听别人讲 可是这个要称赞这件事 学生就回给我 就是为了要具体的称赞别人 所以他就要很认真的去听他讲什么 然后又发现一件事 孩子就会说 当有一个人好认真听我讲话说 我忽然就觉得好有自信 原来自信不是那么难 自信就是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第一个我们愿意很认真的跟别人讲话 然后别人也很认真的去听我们讲话 这种眼神的接触 跟这种交流的过程 一个孩子 他讲了一段话 比如30秒一分钟 孩子就给他一个具体的称赞 哇他就觉得自己有自信心了 然后如果假设一个孩子 在讲话过程有机会跟别人连结 这就是一个自信的开始 那假设这个连结可以让对方产生行动 哇那就是一个自信心 一个更高的提升 其实这就是影响力了 是 所以影响力其实就是领导力 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而且他们告诉我变有自信 不会是在一个整个学期结束 他们是在可能主持力的第二周 第三周 他们的回馈就会告诉我说 哇他们得到自信心 然后可能过了一个月 就会开始有学生跟我说 哇教官 我刚刚那个国文报告 老师说我口条好好哦 老师称赞我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就会开始 或者说他们这个社团的表演 或是社团什么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那孩子就会开始跟我讲 他们的一些进步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 我觉得最感动 也是我自己课程实践后之后的 一个很巨大的发现 就是孩子告诉我 他的人缘变好了 哇 对他们说修主持力 还有一个很棒的优点 就是我有一个孩子写回馈 他说他跟国中同学聚会 啊国中同学说 哦 你怎么变成另外一个 这么好聊 你以前国中很难聊 是 句点王 对句点王 他说哇你怎么 然后再来就说 哇你怎么变得那么和善 因为他开始习惯会笑着 跟别人说话 甚至还有人说 跟爸爸妈妈的沟通 关系变好 关系也变好 是 哇那这一点 在我收到的时候 我还蛮感动的 我在想说 哦原来主持力 其实不是我当初 只是精进想象的 那个目标 但我很努力的 实践过程 原来帮助到孩子的是 更深更广的一块 是 其实刚刚大家在听的过程 应该就会知道 主持力 主持 这只是名称啊 其实我们听到真的蛮多 应该是这一代 还是很重要的事情 光聆听 这就是一个 蛮多人没有的 对 不要说呢 很多父母跟老师忙到 根本就不想听 很赶快下命令 你赶快去行动 对 所以那这种行动 也会有影响 可是就是让他更生气 这样 所以能够好好听别人说话 人缘当然会好 对 没错 然后你的回应 当然就会对嘛 对 那你总是不好好听 你就在讲 你自己想讲的 那这种人 当然就讨人厌 对 其实刚刚听下来 大家就会知道说 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啊 关心的事情 真的不是你以为的 其实所有关 所有的孩子在成长 关心的事都很单纯 对 对 我就是想要跟别人往来 我就是想要能够 让别人开心也好 对不对 就是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虽然我们看见的都是 他想考什么大学 是 可是生活 其实所有的事情 考大学只是一个关 但是生活的点点滴滴 其实那才是重要的 所以其实刚中后在讲的过程 我脑中一直想的是 那好像不只是自信 那比较是幸福的感觉 哦 对 对吧 对 就是他们应该会上完这个课 比较容易找到 让自己幸福的方法 对 对 因为不然当他人生少了 更多的人跟人的接触 他好像唯一幸福的事 就是考上某个系 是 可是其实那一瞬间结束后 那个快乐就消失了 对 好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揣摩的 听众朋友可能你是父母 你可能是老师 甚至你是老板 你都可以去想一想 哎 其实也许你身边的人要的 幸福跟自信 其实很简单 对 对 那我们也许就只透过 好好听他说话 嗯 就可以帮助他嘛 对 好 那当然最后我想问中中是 这个课你还会想再做什么 对 哦 其实我今年哈 其实在上个月 我才脸书发一个 说我想要停更啊 就是把主持力休息一下 然后我能够去回看这四年来 因为四年来 其实孩子累积了很多写的东西 在我的平台上面 我其实想要去统整 然后再来 我也一直想要把 我在主持力所发展的 这个自信表达的SOP 写成第一本书 就是因为我在课堂上 其实我并没有时间去交代 我每一个音价 跟每一个步骤 我所背后的科学预矩 其实我是有科学预矩 去做这样的设计 然后同时也在做的过程中 发现 哦原来有这个科学预矩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成效 那我想要 好好的交代这件事情 让孩子有机会说 他想要了解 因为像熊中 他可能对这种科学预矩的东西 他会很喜欢 我想要他们去了解 这背后设计 所以这些都需要时间 但是我只要一开课 我基本上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 舍不得 不是 不是舍不得 就是最近那个会资教育协会的 金职历程奖公告了嘛 我没想到我们熊中的主持力的孩子 就36个孩子里面 有六个拿到课程成果的第一名 我有看到 优选 是 加作有四个 这六个孩子都拿奖 是那个第一名孩子是拿到特优 我就想说如果我停更了 就没有机会带孩子去走这段历程 对这些孩子来讲 他们的人生在这个时候 可以经历这件事情 是无价的 可是我如果停止 我少开了这一班 也许明年就没有这些孩子能够 不是说要得奖 而是就没有孩子能够 经历这样的 经历这样子了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讲 我说 哎呀反正我还有三年班 我就要退伍了 如果要好好休息 有的时间休息 那这三年我就继续做 我原本在做的事情 享受那个你跟孩子的互动的关系 对对对 虽然真的尤其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包括我去年有懂一个手术嘛 就是身体 其实这几年血压的问题啊 什么就是有 身体也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我觉得说 孩子的成长给我的回馈 我觉得那个是让我的生命 会产生出更巨大的力量 那我觉得能够有这个机会 能够陪孩子一段 我觉得是应该在退伍前三年半 好好珍惜的 是 我想中中间讲的 尤其是后面这一段啊 真的是蛮多老师的心声 就是有时候都觉得 天哪我们好像 我女儿以前常跟我说 妈你有什么对你的学生 好像比较有耐性 然后我就只好跟她开玩笑说 因为他们会有付我学费 但我都给你学费 我女儿听一听就翻翻眼就走了 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是 有时候这份工作到后来啊 真的它就不单是一个工作 虽然我也很不喜欢 你用教育是一个志业来要求老师 因为他就是一份工作 可是我们在这个职场里 真的会有很多人 把他跟自己的生命 做很紧密的连接 对 尤其是对自己生命的历程 特别有感觉的人 你就会特别知道说 如果孩子的成长历程 遇到一个关注他们生命的人 多好 对 所以我们做的事都不单是一个课 对 我们真的就是生命的陪伴 那真的今天很谢谢钟钟的分享 我想听众朋友跟我一样 对于他的付出 他所说的事情都会很感动 那也真的希望听众朋友 就是这跟推不推新课 刚做不做什么是无关 其实在任何的阶段 台湾就是有非常多的 教育现场的人 对于孩子的专注跟投入 真的很需要大家的理解跟支持 而不是只有一些 好像负面的东西一直出来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 台湾的教育做得很棒 你也相信台湾的这些教育 那有机会就多给一些 教育工作人员鼓励 而不是让他们心灰意冷的 离开了教育现场 那谢谢钟钟 谢谢文银老师 谢谢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对节目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您透过节目 脸书的粉丝业 与我们分享 也请不要错过 等一下的高中 我就问单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中 我就问 高中关键字 自主学习的支持 自主学习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能发生的 可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特质不一样 所以它的进行不会有一个特定的进程 或者特定的模式 所以当我们要成为孩子自主学习的支持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去想 我们的孩子是哪样的孩子 比如说您的孩子可能是积极的 他一开始就很清楚 跟他会投入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而且会主动找我们做讨论 当你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 事实上你就是专心的聆听 在必要的时候提出问题就可以了 那当然有一些孩子也是这样的积极 可是呢 他可能会有非常广泛的兴趣 他有非常多想要做的事情 反而不知道如何收敛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帮他 去做一些筛选 让孩子不要一次进行太多的事情 能够专注一次把一个兴趣完成 那当然有一些孩子可能是因为 现在的学校需要他做自主学习 所以他是比较务实的孩子 好像为了在学习历程里头 必须有他就做 那当然这个起点也许是外部动机 我们也可以透过跟孩子的对谈中 让他可以静下来去感受 在整个自主学习的过程中 自己发现了什么 而不是把结果一直聚焦在 他好像是一个我升学要用的东西 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那当然有一些孩子他的特质 可能是过度理想的 也就是他会一开始把事情 想得非常的美好 非常的理想 所以他常常会把他的理想 讲得过大 那这个过大的结果 就会让他在实践的过程中 很容易对自己感到失望或沮丧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头 我们对孩子的支持 就必须让他清楚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产生的历程 因为蛮多人都会这样 那怎么让他慢慢在过程中 学会能够让自己的计划 变成是可行的 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还有一些孩子 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 是非常常看见的 就是他是服从型的孩子 他很习惯被安排 被要求完成任务 所以他会很希望你告诉他 他该做什么 那面对这样的孩子 我们需要给更大的耐心 去等待他 而不是给他更大的命令 更多的压迫 他反而会越来越学会 不要有自己的意见 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 我们要开始真的让他 去分析跟引出 去观察自己生活中 能够有感的事情是什么 那即便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找到要做的事情 但这都是自主学习 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那还有一种孩子 甚至是完全不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 就在那边等着 也连安排都不愿意开始 甚至希望你能够 陪着他一起做 希望有人帮他 处理这样的事情 那我想这一些孩子 在我们的身边 也是存在着 那我想这一类的孩子 重点就不是 要不要开始这件事情 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 让他们去谈谈 他们生活中有感 或对自己生命 未来的期待是什么 如果找到生命 有感的事情 或生命期待的事情 我想学习这件事才有可能开展 所以如果你把时间花在 担心他没有开始自主学习 那不如把时间花在 让他更加认识自己的生命 跟自己做更多的对话 我想这也是学习的一种 不管我们面对哪一种孩子 最重要的就是成人能够 以更宽广多元的视角 去面对不同的孩子 了解他们在产生动机上 有什么不同的困难 跟不同的表现 了解他们在完成的过程中 需要什么样的支持跟协助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能够帮助他们开启 属于他们自己的自主学习 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好家庭联播网 台北BAVOFN91.3 台中古典月台FN97.7 也邀请您上Podcast 搜寻订阅教育不一样 感谢高雄市高雄高中 胡忠忠老师 今天到节目受访 我是蓝韦银 教育不一样 我们周六上午八点见 以微笑点亮教学现场 赋予此圣基金会 与您一起支持教育 陪伴生命找到自我价值